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随神 那这一集就很特别哦 你看看我们这里 我们把跟随神的拍摄移到了 GA611马来西亚吉隆坡 哇 感谢主 第一次跟随神是在GA611拍的 那我们当中当然是GA611的主任牧师 师母还有主任牧师的牧师 我们Esther牧师 我们熟悉的Amos牧师 还有Ezekiel牧师 还有子康传道 我们很感恩在这里 可以一家人 一家人来拍这个跟随神 那我要问一下 你们跟牧师又认识多久了 我们跟牧师 我想有22年 22年 对 有这么久的 是 以前的教会我们已经认识 是 我们还不是分堂的时候 他们已经来帮助我们 来带领我们的特会 来照顾我们 来爱我们 在这里我要讲一讲 我们拍着跟随神 所以让大家知道我们如何跟随神 那时候我们在北角度聚会 已经认识了你们 就在北角码头 有一天我祈祷 自己做我的灵徒 我就看见神 神就跟我说 找你们 跟你们说一句话 你们的需要 我会 take care 所以我祈祷完 我就打个电话 给Esther 我神要我和你说 你的需要 我会 take care 那时很感动 你说了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 正发生事情 我们被请出 以前的教会 中派的教会 其实是很迷惶的 知道圣灵在带我们 而且我们一定要走这条 圣灵更新的路 可是又很 不知道未来是怎样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 然后牧师打电话来的时候 其实我拿着电话 我都讲不出话 我要明白 牧师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我的脑海中 这个是不容易的 牧师告诉我说 你的需要 你来香港 你所有的需要 我都照顾你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很难相信 那个时候 但是 神却是这样开门 那时候 Esther 你很感动 你跟我说 牧师多谢你 给我这个电话 因为我们 总会叫我们走了 我什么都要留下 什么都没有 那我一群同工跟着我 十几个同工 那我们怎么养他们呢 所以你就在想 可能有一大半 要养他们 出去不做同工了 回职场 就留下几个 那大家一起捱 一起撑 因为那时候 都有部分人 是在这里的 就是这样 那他听到我的电话之后 所以我还是学生 但是我看了整个过程 在当中 跟着我们一起 从传统的教会 一起出来 伟良牧师呢 子康传道 都是跟着我们 一起出来的 是 真的 这个 爷爷 你们叫爷爷 就可以把儿子 还有这些孙子 都take care了 然后你们就一直跟了 对 我想他们跟得很久 子康那个时候 来跟我们 是九岁 今天他已经三十几岁了 你看很年轻 我们还没有进入GA611 他就已经跟我们 对啊 那时候我真的是举家 从东马班来 然后就开始一个 S的牧师 还是一个过动儿 所以在教会 在家里 在学校里面 其实我就是一个 令人头大的孩子 甚至到中学 还是不成熟 我记得那时候 我的妈妈去找牧师 哭 说 不是 救救我的儿子 我不懂得怎么教他 然后那时候牧师 只能回我妈妈说 我记得的就是 在教会长大的孩子 坏不了哪里去 我们接纳他 我们慢慢帮他 有神的 可是就是因为 这样子的接纳 然后我自己 醒悟过来 真的有神 然后开始回到教会 跟着我属灵父亲 Pasar Ezekiel 跟着牧师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我很感动 就是那时候 我们教会跟着城导 读到启示录 那一个星期 会读到启示录 第四章 天上的敬拜 我背完了 预备好了 主乐的时候 敬拜 那一场的敬拜 很有恩告 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 突然间牧师就找 子康在哪 子康在 现在敬拜很高潮 很有恩告 你把那个启示录的地四章 天上的敬拜 背诵出来 我那时候 吓到 牧师 这个时候 那么有恩告的敬拜 万一我背诵不出来呢 万一我卡了 我就成为那个 破坏恩告的 那一个最回窝手 我好紧张 那牧师 拍拍我的敬拜 你可以的 来 去吧 我就 好 我是一个 很惧怕的 很紫色的人 但是牧师那一拍拍 他站在我旁边 我就背诵出来了 也背得很好 我觉得 OK 但是那一刻 我真的是感受到 牧师和Pasemus 给我很大的信任 因为浪子回头 不是每个人 那么可以信任我 但是牧师和Pasemus 我的组长 都很大大的信任我 给我很多平台 至那一刻起呢 有很多的平台 但我全职 讲道 服事 给我很多的平台 其实我感觉到 是那一个的爱 慢慢地 越来可以跟他们 很靠近的互动 真的是牧师 师母对 Aster牧师 Amos牧师的爱和信任 然后这个爱与信任 传到 伟良 牧师 然后传到子康 我觉得是一代一代 承传 然后一代一代的跟随 对 是最大的改变在哪里 当你跟着这个生命树教会 对 我觉得 我看到 因为我跟 Amos牧师 20s的牧师 是23年 我觉得 他们的生命 真的看到 很大的改变 而且很多的爱在里面 特别我要讲 我的树林宝宝 Amos牧师 我刚刚来到的时候 基本上全教会的人 都很怕他 我们甚至夸张到一个程度 就是以后 我们只可以做一个纸板 有没有 放Amos牧师的照片在那里 所有的孩子就会乖乖 到那个程度 我来到的时候 因为我很常会 Amos牧师 然后很照顾他三个女儿 然后我就看到 那个好的爸爸 那个爱的氛围 就在里面 一直在散发 然后我就看到 当然Amos牧师很快红 他红又有要求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很怕他是因为 他很有要求的时候 他很激 所以他将会提高他的声量 但是我觉得 我跟他相处久过后 我是觉得 他虽然提高声量 但不代表他不爱你 不代表他要 他要整你或者要惩罚你 提高声量不一定代表凶 对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跟他的冲突 就是他提高声量 他教训我 他跟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时候我是这样觉得的 真心的 我还在消化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为什么他这样大声 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凶 我要怎样去接纳这样的爸爸 那我静下来的时候 我就会想 他讲这番话 其实他是要我好 他是要我看见 一样我生命里面的软弱 从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 我爸爸是不大声讲话 甚至可以说他不管我们 没有教我们 但是 当我看到 Emma Steady 将来对我生命的时候 我就接纳他的feedback 我接纳他用这样的方式 来告诉我 我去消化的时候 我知道 他原来是爱我 我说这样多年来 Emma Steady真的改变很多 现在就算你放纸牌去 连我的孩子 他们都不怕他 谢谢 谢谢 对 我觉得现在你的同工 你的孩子都很称赞 Amos牧师 很有爱 很笑容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 我最大的改变是 动力 我想是从 葬牧师 张牧师 张牧师就是我的基睦爸爸 我也看他 我模仿他的讲话 模仿他 lassen 模仿他 Orlando 如何对待主事 然后我觉得从那身上 我真的看出那个有爱有信任 有多爱就有多信任 没有爱 没有温柔 没有智慧 就没有信任 所以我看到这样子 我有一个属灵父亲可以去学习 如果没有属灵父亲 我们觉得我很孤儿 我是到处在看在哪里学 学什么 去哪里看什么 没有地方看 没有地方学 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 有一个的榜样 所以我很安全 我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父亲 有一个属灵母亲 在我的生命 我看他们的做法 看他们讲话 跟会众讲话 跟他的MG12 跟他的同工讲话 我就领受 吸收 吸收 这是我最大的改变的动力而来源 而且最让我感动是Amos牧师 鼓励Aster牧师去找爸爸 是 不要压抑了 不要压抑 讲出来 是 你要把你的心的感觉告诉他 我说我讲不出来 心里的感觉 心里的感觉我讲不出来 因为我害怕会 大家不欢而散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怕他的 所以我第一步就是要对他先不怕 所以我觉得 是我先对他真实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 有一个很大的冲突 然后我跟他讲 我不再玩了 我不要再承担了 然后我就跟他有一个很大的冲突的时候 那一次我觉得 他也可以感受到我的感觉 然后他就鼓励我 你要把你对牧师师母的感受 你要告诉他们 感觉上写下来 我真的鼓起勇气 所以是先你对他真实 对了 先突破 这样处理你们之间 是 那么他会改变 然后我记得我那一次找牧师 我在开放我自己 我告诉他我不行的地方 我累积到最后的一个卡住不能的 压了二十年 压了二十年 当然其实其他很多东西都不重要了 但是最后的几样事情 我觉得是最卡我的 然后我找牧师分享 我记得我在机场 他们核心都来抱我们 来接我们 然后我知道牧师在餐厅 我一遇到的时候 他就抱住我 他讲 其实我知道 只是我很想突破我自己 我很想就是真实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让我喜乐 让我可以成为妈妈 他可以成为爸爸 所以这一个东西一突破 我整个人就出来了 其实我和师母对Amos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跟随611那么多年的突破点 所以我觉得很有盼望的 因为惧怕会让我们卡 而且有分离 是 那个惧怕在那边的时候 那个心里面好像有个距离 一个隔膜在那边 是 我很感恩 我觉得第一关我们突破 是Amos终于他的改变 成为一个很绿色 其实你很绿色是你很想保护大家 很有承担力 他很想大家都好 他要看着 他要托着 所以他又表达出来就是要求 你要达到要达表 这样 而同工就害怕他 因为他会提高声线 提高声线他不觉得是有问题 大家觉得是有问题 这件事 我记得我要提醒你 有一次 因为我们一起去度假 说到半夜三更 在海边 上面 都说不到 我也说不出 因为我也害怕 但是看到一天你突破 哇 那个就是厉害了 你的眼神 从山坡出来就是父亲 就是爱了 阿们 很不一样 从那里开始了 又鼓励到Esther 又跟我们真实了 真的很好 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很通神 很祝福6GA 611号 祝福每一个同高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真的是跟随神 真的要有爱 有信任 而且是真实的去爱和信任 我们谢谢祖 我们这一代一代 都在一起 这样爱与信任的来跟随神 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